好 弟兄姊妹 主持平安 我们接着来分享《除埃及记》 《除埃及记》的第一章 简述了犹太人被埃及人压迫的那段时间 然后呢 在第二章又讲述了 婴儿摩西 少年摩西 一直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摩西 他因为自己想要来伸张正义 不完全靠着神 而是用自己的血气 于是他就出手杀人 对吧 法老就全国通缉他 吓得就跑掉 跑到了米殿 在那个地方又救了这个米殿祭司的女儿 然后就成了人家米殿的女婿了 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住了下来 你如果只看圣经这么一二三章 这么看下去 你似乎有一种默默扣扣的感觉 这些发生都很快 是吧 好像是直接这样下来的 其实是因为从他那个童年 到他出手打人杀人那件事情 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四十岁了 然后再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章 这个地方 这一晃就又是四十年过去了 他这个时候已经八十岁了 已经八十岁了 在那个年代 什么年代 摩西这个年代就是殷商那个时期 有同样的一个八十岁才出山的一个人 江子牙 对吧 但是江子牙是不是真的存在 这个是很成疑问 以及就在存在是不是那么大岁数 也很成疑问 但是摩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的是 他八十岁才开始的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那么原来他的前八十年的人生 都是在预备着这最后一个阶段的冲刺 八十不是他生命的一个结束 倒像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一样 真正的一个开始 好 我们有一个题目 三章的一到六节 这一篇常被犹害人 在圣经的新约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耶稣说 你们不记得在荆棘篇上写着说 记得吗 是吧 这个叫做荆棘篇 我们可以叫他荆棘中的活神 为什么不叫荆棘中的神 还得加一个活 是吧 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跟别的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 当我们要开始这个讲之前 我就想起来 在圣经当中 有记载过摩西写的一首诗篇 大家知道是第几篇吧 十篇 九十篇 是唯一的一篇神人摩西的诗 我们不妨在这个开始之前 来简单的再次回顾一下 摩西的这一篇诗 他说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珠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雨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直到这个地方 这个主题是什么 还是挺清楚的 对吧 他是不是一直在感叹 人生好像苦短这样的感觉 他承认上帝的伟大 他的尊严 但是他却也叹息 人是这样的一个 转瞬即逝的一种存在 对吧 他这里面提到说 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他那个年代活七十岁 就可以是长老 那是很老的 是吧 他说那最多可以到八十岁 如果强壮可到八十岁 于是有人据这个经文说 这个可能正是摩西 在大概不到八十岁的时候写的 就是在那个西奈山上 建筑的那个日子写的 乍一听挺有道理 他说强壮可到八十岁 似乎自己是快要到八十岁 对吧 但是如果往后看 和结合总体来看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 可能是在回忆那个时候 但这应该是晚年所写的 为什么这样说 你还记不记得 摩西在山上见到耶和华 他还说 那主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让我告诉他们 是吧 他连个名字他都不知道 如果你说的是在 旷野的时候就写的 这里面称呼主为耶和华 为主为神 好几个名字他认识清楚 区分的很仔细 对吧 大概这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 就让我们知道应该不是说 那个时候写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在回忆起 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 那是很有可能 他在回想自己 快到八十岁的那个时候 这个已经蹉蹉不是半生 对他看来已经一生了 是吧 我这一生已经快八十岁了 我算是强壮的 别人都是七十岁 可能就没有了 那么我到了八十岁 可是我现在 我夸的是什么 老虎愁烦 转眼成功 曾经是过埃及王子 现在也是米店的女婿 每天的工作是放羊 是吧 那我的这些个梦想呢 我的 不是中国梦了 我的犹太梦了 是吧 我的梦想怎么实现呢 我的人生理想呢 八十功名深于土 三千里路云和月 是吧 他是觉得是 不是白了少年头 他确实已经白了头了 对吧 是觉得很丑烦的 可是后边呢 就使得我们很有鼓励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愤怒呢 在圣经的诗篇当中 诗人们所写的诗 就跟我们古代的那些个诗 尤其中国诗 他往往在前边那个部分 你看得跟李白似的 说实话是吧 也是不过感慨 感慨人这个人生 多么的空虚 多么转瞬即逝 多么怎么怎么样的难受 是吧 君不见什么高堂明镜 背白霸 对吧 他也讲白头很难受 但是这道关键的地方 诗人这块 诗篇的诗人就开始上 向上走 开始去寻求神 然后李太白的诗就下道了 下面就是劝酒了开始 大家喝酒吧 及时行乐吧 赶快喝今朝一首 今朝醉吧 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有神没有神 这个路子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可是当摩西 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他说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其实这个主题 不是摩西发明的 我深信他不是第一人说 也不是最后一个人说 我小时候 还在受红色教育的时候 很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巴尔克查金说的 当我们回想年轻时 怎么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说自己虚度了终生 是吧 最后我们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了终生 我就很有意义 他的数算自己的日子 是说他的日子 每天为了那个事业 奋斗了终生 对吧 他就觉得他很充实了 这里边摩西所说的 听起来有点像 但他说的是求你指教 神 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当我知道我现在是20岁 我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还要有60年活呢 我怎么预备后边的60年 假设人就80岁 我不要说120岁 是吧 如果我现在是40岁 哎呀 我人生已经下半场了开始 对吧 我这上半场总结一下 中场休息的时间 我们下半场怎么活 当我还有60岁的时候 你回顾你的前半生 多前半 前多半生 是吧 你会想 哎呀 我究竟做了点什么呀 我现在如果再悔改 再去做 是不是还来得及 还得及 然后到了80岁 真的要去被主接走 从这世界上释放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 像保罗一样的 很平安的说 我的事情已经完了 还是充满着悔恨 眼泪 遗憾 愤怒 孤独 对吧 所以说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就可以从中得到智慧 智慧就是这么来 后边就是他的祷告 后边是他的祷告 前边你可以看到都是一种赞美 或者说是一种对事情的描述 对吧 后边开始了他的祈求 他的祷告 他说耶和华 你看他讲耶和华 他是知道他的名字的 是吧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我们在埃及 受四百多年 对吧 求你能够来看待我们这四百年的痛苦 让我们可以喜乐 所以我说这是晚年在回想米店时期 写的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最后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兼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兼立 你看到了这种神人互动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 我们经常唱歌讲 他是真神 是活神 是吧 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呢 似乎是把神当作真神 这个没有疑问 但是似乎却把他当作不是一位活神 而是一位死的神 好像无知无识 不会有反应 也不会跟你互动呀 不会去参与你的生活一样 你只承认他为真 只不过真的这位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就不叫活神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想要讲的是 圣经当中的这位神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其实这样的提示 是一种好像和弦也好 是和声也好 是那种腹调也好 不断地在各个人物身上重现 对吧 都讲述的是神人关系 是那样一种关系 往往跟我们做想象的那个关系 不是太一样 也许我们中国还是受这个传统的影响太多 我们头脑中对于神的那个观念 的确跟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这一位 很大的不同 这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调整 去归为的 所以我们来看经文 我们只看六节的经文 至于下边很详细的那种神圣的呼召 我们留到下一次去讲 我们先看头六节经文 在神呼召他之前的 这一系列的一个预备 是一个什么样子 摩西呢 牧养他岳父 米甸祭司 叶特罗的羊群 前面有讲这个祭司叫做刘尔 是吧 那后来有人考证 可能叶特罗就像说法老 像是什么 陛下 像是什么 这是一种尊号 可能是居教那名 是直称 不是 米甸祭司 叶特罗的羊群 这句话就是一代而过 就四十年啊 这是 四十年就干这件事情 牧养个羊群 也许也帮助他岳父 治理一些这个民族的事情 宗族的事情 家族的事情 对吧 那么有一日 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有一日 听起来像是个随机事件 我们也不知道 是摩西经常往那个山上去 这是这一次神上的显现了 还是说 其实从来没上过这个山 这一次上来了 神在那一直等着吗 恐怕也不是 总之我们这样的事情 往往就是很难去 搞清楚他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只能说 神的时候到了 对吧 神的时候到了 也许神没有让你磨练过四十年 你每天你从 到了米殿之后 你天天上和列山 等着 估计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对吧 神的时候没有到 神的时候到了 他就自己就上了神的山 你要注意这座山 为什么是神的山 因为神在上面显现了 并不是这座山 本身有什么特别 对吧 不是因为这个山 使得神成为神的 而是因为神 使得这个山 成为神的山 对吧 神在哪儿 那个地方就可以叫神的什么 不是要倒过来说的 神的山 耶和华的使者 从荆棘里 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这个地方的显现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 一系列的 常在旧约出现 比到了新约 吉大城的出现的 道成肉身 是吧 神向人显现 而这里边提到的 耶和华的使者 在摩西五经当中 使者这个概念 其实你严格来说 不会有天使这个词 那是到了后期 在先知书里 才出现说天使这个词 那么在这个 摩西五经 尤其是 里边 总是提到一个词 叫使者 这个使者 根据上下文 判断他是谁 有的时候呢 他就是天使 有的时候 他就是神本身 有的时候 他又似乎是 另外一位 可他代表着神本身 这几种区别 不知道你们能 明白的意思 那么 等一下我们会接着说 神的使者 摩西就观看 观看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 一束荆棘 烧着了 我估计那个山上 如果那么高 有时候被雷劈一下了 着了火 有可能 对吧 所以他会观场看一下 可是他过去看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不料 比较奇特这件事情 是那个火明明在那燃烧 可是荆棘没有烧坏 那这个事情就奇怪了 对吧 于是他说 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 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坏 为何没有烧坏 好 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 在这里面提到 他从荆棘的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后来又提到一次 也是出埃及记 神说 在撕裂营前行走 神的使者 转到了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 转到了他们后边立柱 我们一直知道 是云柱火柱在引导着 他去前进 是吧 可是在这里面提到了 耶和华的使者在前边 云柱退后边 当然有两个可能 是那个使者在前边 云柱火柱都退了后边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 那个火柱本身 就是这位使者 是吧 还在前边 如果这个不清楚 还有别的一个地方 神对摩西讲 他说 看哪 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这还没有什么特别 无非就是像天使一样 是人的仆役 就护卫人 可是你接下来看上去 好像不是这回事 他说 他是奉我明来的 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 听从他的话 不可惹他 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你看到他这个 就是一个权权的 一个授权了 是吧 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权柄 好像不是普通的那位天使 不是普通的一位天使 这就是圣经里边 在创伦记 在初埃及记里边 多次出现的 那个天使 那使者 他总出现这个词 那个使者 这个那个使者 直到了后来 你才慢慢清楚地知道 他到底是谁 好 当然我现在 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还是谁 是吧 好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这个经文 约和华神 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经纪里呼叫说 摩西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 神见他要看 才开始呼叫他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 如果摩西 看见那个烧一头火 无动于衷 不过是一场野火 春风吹不尽 就走了 是不是不呼召他了 我们不能做这种假设 因为这个历史 没有这种假设 发生过一遍就是 这里边的 他过来看 本身这个摩西 这个看 也不是看热闹 他是发现这个东西奇特 是吧 过来观看 这时候神就向他说话了 说摩西摩西 他照你的名字 神是认识 每一个人的名字 对吧 提名照我们 说你的名字 然后摩西说 我在这 我在这里 他现在不一定知道 谁叫的 然后神说 不要进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 是圣地 这句话其实 很能够形象的 和经验的 可以说 总结了圣经当中 许多的命令 那个原则是什么 这里面包含着 这么几个要素 首先神说 你不要进前来 这是不是个明确的命令 是吧 好 如果你就这么理解 这个命令 那你就站得远远的 站远点 就是了 对吧 你离远点 因为神说了很清楚 你不要做什么 命令无非就两种 一种是你不要做什么 一种是 你要做什么 对吧 好 你不要进前来 如果说你就是这么 听这个命令的 我很顺服 不要进前来 我站远点 离得很远 离得一千米开外 是吧 我不要进前来 但是下面又有一个 你要做什么 说当把你脚上的鞋 脱下来 然后离很远 然后把我脚上的鞋 脱下来 脱鞋 第三个是在解释原因 是不是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所以脱的鞋 表示一种尊敬 是吧 在过去 那些中东那地方的风俗 那些人 一定要以脱鞋 表示对这个的尊敬 你不能误会了 是吧 你脱了鞋 站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怎么是圣地 圣这个字 在圣地当中 第一次出现 很奇怪 创造地这般 都没有出现过圣的 出埃及记种 第一次出现 圣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说 哎呀 这个孔子 孔圣人呢 圣人 圣是什么意思 这人厉害 聪明 是吧 聪明 圣经说圣呢 我们有 圣节 哎呀 想到那种 一尘不染 白衣飘飘 是吧 绝对干净 不干净就不是圣节了 是吗 但真正的圣 是什么意思 说这个碑 假如说 咱这个说法 不是那么严谨 这个碑 圣碑 这个殿 叫圣殿 那个地方 那个居住 叫圣祖 他是为什么 因为他一尘不染 是吗 他是归给神了 对吧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你要分别为圣的意思 分别为圣 我们总计的分别 我们总是想到分别 在世人当中分别为圣 哎 我就变成一个格路人 我分别了 我觉得跟他分别了 可是你分别之后 你没有分别为圣 归给耶和华 你是格了路了 你也没归给神 你就自己归给自己了 那就是 那怎么证明 就是自己格路吧 不是说你属神了 对吧 如果你是归给神了 你可以叫这个人分别为圣 如果他没有归给神 他就是分别了 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圣的意思是 这个地方属于神了 归给神了 被神使用了 被神这个时候临在了 对吧 所以他说 你这样的地方是圣地 不是因为和列山 就是这个什么圣地 是因为这个刻 神在这里向他显现 对吧 所以你综合起来看 神到底要他干什么呢 这是 你不要进前来 是不是你就 真的就永远不要进前来 是吗 是说你不要穿着鞋进前来 对不对 那你现在都把鞋脱了 而且我告诉你原因 因为这是圣地 你不能有一个 亵渎的举动 误会的举动 你应该脱了鞋 这样的尊敬 然后你脱完鞋 你应该怎么样 你还得进前去 是吧 所以说对神的这个 很多话语和命令 你真的要仔细想 他不是说 就表面上看起来的 那个意思 这背后是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还比较简单 有一些道理 他就复杂 不是说表面上说 你不要进前来 你的命令 我绝对顺服 一辈子不要进前来 就对了 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对吧 这说的是 让你去 从这个不要和要当中 以及背后的原因当中 你能够很正常的 很清楚的知道 你究竟该做什么 靠近点 神要说话 就是这个 对吧 脱了鞋 靠近点 去听话 是这个意思 于是就说了 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后来那句常见 他又是他父亲的神 这个是比较少 说这个话 对吧 摩西里父亲叫什么名字 就是亚伦的父亲 就是米利安的父亲 叫暗兰 是吧 他是哪一个族的人 立位之派 对吧 立位之派 叫暗兰 所以他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那么他也是认识他的父亲 并且后边这个红字的这句话 在圣诸献过恩赐吧 很常见的 所以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这里边神反复的去声明 我是你的祖宗的神 这个意思难道是说 我不是你的神 不是 是因为我现在要让你明白 那个共同的连接点在哪 将来自然也是摩西的神 对吧 是你个人的神 但他是你列祖的神 是你列祖的神 这个巨士后来 也是我们有一些个 也称为基督族的弟兄 很喜欢这句话 于是就说 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也是皇帝的神 炎帝的神 瑶的神 顺的神 羽的神 这样说话就不是很严谨了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们没有证据说明 神是这么去挑选中国人的 对吧 你从广义上说是他的神 没问题 但是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 神是这三个列祖 反复强调的这三位列祖的神 以色列的神 这句话非常重要 在七约当中出现的时候 耶稣是这样 他说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荆棘篇上 这就叫荆棘篇 对吧 而且主说了 这是摩西在荆棘篇上说的 意思就是他承认 这都是摩西写的 虽然后代有此人考证 什么别的一些东西 他在荆棘篇上 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只是明白了什么 至于死人复活嘛 对吧 这个上文下理是什么来的 是有萨图该人问耶稣 有一个人死了 他的弟弟娶他的妻子 一共嫁给他们兄弟七人 是吧 将来 他是谁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亲人都娶过他 他提这个问题 其实叫一种刁难 对吧 思想实验 因为其实现实生活中 大概不会有这个事发起 对吧 七个人都娶一个 而且都七个连 连着死 这成了什么了 这是 对吧 所以 这是个刁难 但是耶稣就借这话 来回答你 你萨图该人不是只信摩西五经吗 因为你要说圣经中没说过复活 先知书里多处明确说过复活 是吧 可是问题在于 萨图该人不信先知书 所以耶稣现在没有背功夫跟你讨论 为什么先知也是神的启示 跟你讲启示论 然后你必须去信先知的话 然后再说先知上 不是的 不是的 有智慧的人会直接是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对吧 你不是讲你只信摩西五经吗 好我告诉你 荆棘片 大哥们不会没看过吧 荆棘片 你们一定读过的 是吧 摩西的书啊 摩西的 好 上面写着 他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因为神一定是个活神 萨图该人也承认 活神不会是死人的神 对吧 所以他就是说死人复活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 或者叫在他看来 人都是活的 这个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神是没有死的 神现在还在运行 对吧 所以说他说 我是那个人的神 他总说那死人干什么 那死人那是活人 意思是那人会复活 对吧 说的就这样一件事情 可以讲是一个很漂亮的反击 所以我想 也许我们 如果有足够的智慧聪明 也应该这样去回答 有人就跟你讲 其实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信 我们就信国学 好 你如果能用国学当中 就是国学中也说 怎么怎么怎么地 他会稍微好接受一点 我信佛的 我告诉你 佛教也说 怎么怎么怎么 可能好一些 是吧 你只信什么 只信旧约 我们跟你讲旧约 你信约也信 咱们咱也信约 对吧 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耶稣用这个的话 是强调死人会复活 这个真理 可是这个话的真理呢 其实也不止这么简单 就是说死人会复活 因为这里提到了 神是活人的神 这句话其实两方面的意思 就是这位活神是活人的神 对吧 一方面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 在这个人关系中 人是活人 神也是活神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 活人的活神 这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重点的区别就在于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就在这儿 首先我们讲是 神是这位有位格的神 他不是自然神 很多人头脑当中 默默乎乎的相信 我倒是相信有神 这些东西是神 明明中自有天意 这种所谓明明中自有天意 但是呢 大概他又不管这个事 大概我也跟他平常关系不大 只在某几个点上 可能明明中有天意 需要来掌管一下 这个叫做自然神乐 他相信有一种超越我的存在 不过他关系跟我不大 他似乎也不关心我喜怒哀乐 我也不关心他喜怒哀乐 总之就是客客气气 敬而远之 敬鬼神而远之 你叫做命运也好 叫做天意也好 叫做什么也好 那是不重要的 这个东西标准术语叫自然神论 很多人是自然神论 所以基督徒传福音 有时候不用总去 帮名人做什么呢 做这种生事的一个样子 有人会经常爱说 说安因斯坦也信上帝的 你说信上帝没错 但信的肯定不是圣经中这位商人 安因斯坦就是个典型的 叫自然神论者 他是最崇拜的是谁呢 可不是摩西 不是耶稣 释交的一个哲学家 叫斯宾诺沙 那是自然神论的一个 现代的开创者 一个荷兰的一个哲学家 自然神论者 你可以说他比无神论强一些 但是照真正的神的这个启示 那他俩就五十个小百步 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说他有位格的神 而不是自然神 他是历史中的神 不是第一推动力 牛顿的时代 人们对于神有这样一种观念 当牛顿揭示了这个物理定律之后 人们有一种人观点 他认为神就是在起初 创造宇宙的时候 让宇宙转一下转起来 以后就是靠着这个规律 自己转的事 神就把袖手旁观了 对吧 按了一下启动按钮 走了 自己运行到 这个叫第一推动力 可是我们说神是历史中的神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神不仅有创造之功 而且还有 我们讲叫护理之功 对吧 现在诸天能够运行 能够这个世界被拖住 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功劳 对吧 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行 也是要有能力去把它拖住的 不是推动一下就非常完美的 好像没有摩擦历史 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行下去 对吧 不是那样 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千变万化的事情 有许多的错综复杂的事情 是需要神的能力介入的 他创造 他也护理 他将来最终审判 全程他都参与在历史当中 所以我讲他是历史中的神 他是历史中的神 只不过这种低推动力的这种想法 总是若有若无的 在我们这个思想里边去出现 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解释这句话 还说他是有主权的神 这个绝对正确 可是这句话不等于就是说 他是机器人的神 对吗 很多人最爱问的一个问题了 这简直是属于福音会十大认诺问题 Top 10肯定是排名前几的 是吧 Top 5都应该是在前里边 就是说 为什么上帝造这个人会犯罪 他知不知道人会犯罪 知道对吧 知道为什么还造人 为什么还犯罪 我说你这个话问的吧 如果神真是希望造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 造机器人就是了 写代码写程序就好了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吧 Burr and Daniel 所有的传播 卡跪下来拘售 哈利路亚 就是吧 每天喊 整集话宜 绝对动听 赞美主 你就一直赞美 成年到晚赞美 不行了 冲水电就行了 也不用吃饭 也不用管他 也不会哭 也不会闹 是吧 不你真觉得有意思吗 你这样说那你是干什么 你买个机器人 每天说爸爸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真的好了吗 天天都是父亲节 多好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有点不言自明 但是你要想深说吧 还挺复杂 对吧 简单说那就是说 人你都不会接受的事 你怎么会认为神会接受呢 对吧 你造个机器人 你自己那是怎么过 你过什么瘾的呢 是吧 你买一只小玩具 机器人在这说 乌皇万岁 你就是皇上了 不是那个意思 你的孩子 他真心的去尊重你 爱你 哪怕他做的很拙劣 他叠了个小手工 他一块钱给你买了一个 剩一半的玫瑰花了 送给你 那他也是他的爱情的体现 他真的爱你 对吧 你会觉得那爱是真的 所以神道的人 人 他在那种完全可能背叛神 而且事实也背叛 就是在这种可能性下 他选择了爱你的话 那才可能是真的爱 你爱不爱我 这个人我没有选项 这个荒岛上 咱俩就一个女 咱俩没有选项 必须过着一位 这你很难判断 他是不是真的爱 对吧 但如果说 他确实有别的选项 那好几个人在追他 最后他还是 别人嫁给你了 你会知道 他还是 有选择的情况 他爱你 那是真的爱你 对吧 因为这个选择很重 这里一样 人是可能背叛神 神也知道这种可能性 而且 就连这种可能性 也是他放在你 他要不给你 设计成这个样子 你也不会这么想 换言之 他要不给你 这种可能性 你那个福音会的朋友 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咱也不会坐在那 问这个问题 咱们一起 肯定是讨论 哈利路亚有几种场合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有主权的神 是他有绝对的主权 但这是个永恒的命题 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 他是机器人的神 但是 人也不是神 可人也不是机器人 对吧 人是另外一种存在 神呢 是有启示的神 我说他不是打养泥的神 不是打养泥的神 神的启示 就是很直接 很清楚 尤其现在来讲 他用圣经 作为他最大的启示 他很清楚 他不是让你猜谜呢 如果说在过去 先知的时代 有过那种类似于 雅尼的事情 我们说就是那些异象 是吧 出现一个异象 先知们看见了 先知们去解读 去传讲 但是到了现在 我们发现 圣经当中的 那些最基本的真理 就是主要是 救赎的真理 与人相关的真理 都是很清楚的 没有什么 可以被曲解的空间 所以我们神 是这样的一位 启示的神 他希望是人 去知道他 而不是说人 不知道他 当然他希望 你知道的是 你该知道的那部分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说这位神 是有名字的神 不是保罗在希腊 见到的那些 叫什么 为食之神 对吧 无名士 神还可能是无名士 对吧 他都不知道 他是谁 他还拜他 我们的这神 是有名字的神 这一切都是在说 他是一个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 我们展开点来讲 有位格的神 我们觉得这句话 就很好 非常常见 耶和华在他面前 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和诚实 这句话 也是恩赐出现的 对吧 摩西五经 历史书 先知书 诗篇 西约 一直在出现这句话 对吧 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这一位神 把神的性情描述得 也很清楚了 他是有怜悯 和有恩典的神 他怜悯谁 恩典谁的 他怜悯自己 不是吧 他怜悯神 怜悯万事万物 对吧 他恩典是在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对人的救赎 对世界的创造 对万物的护理 对世界的运行的照顾 对吧 然后呢 他不轻易发怒 这句话很有意思 神不是不发怒 是不轻易发怒 对吧 所以呢 这不是说神就总发怒 也不是说神就一定不发怒 是说神是不轻易发怒 他有性格的 有位格的 并且还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他即便发怒 他在怒中 他还有慈爱和诚实 还有恩典 这就是我们神的这个特性 而咱们中国来说 总记得那句话就是 什么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这是《道德经》里边讲的 是吧 《道德经》的道 其实也就是自然神 自然规律的道 对吧 他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除狗就是古代那个 拿草扎的那个 献祭用的那个草狗 可能就是今天的花圈了 是吧 那类东西 最不值钱的玩意 他就是把万物当作花圈 是吧 就是好像我不关心你的死 我蝼蚁一般 对吧 这样 这是我们对于神的概念 可是圣经说不是 怜悯 恩典 慈爱 诚实 又会管教 又发怒 对吧 这样 历史中的神 太初有道 这几个时间的词很有意思 太初是什么时候 你排列一下 然后呢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这个事和太初 哪个更前一点 太初 因为 先这说的是有神的问题 是吧 道的存在的问题 然后这个道 神是借着这个道 在这个道里边 简醒了我们 对吧 这事是在万事之初的 然后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肯定在创立世界以前之后吧 是吧 他是创立世界 那是那个点 然后又有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 凭神的命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水而成的地 太古是什么时候 似乎是创世之后一点点 是吧 因为详细展开说 这地怎么出的 水怎么出的 那个时候 对吧 那是第二天 第一天的事情 对吧 太古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点细微的区别 是不是 对 有人认为 神创造了时间 然后把这个世界 放到了时间当中 但是时间是什么 这件事情 只对人体现 神那里也很难说 时间是什么 这个大概念 不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主题了 然而历史中的神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 历史中的神 而神不是第一推动力而已 刚才这明确地说了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是在创世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的 这是确定的 对吧 这不应该有任何疑问 圣经中明说了 有许多事情 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都定好了 至于说定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定好了 是大方向定好了 还是细节都定好了 暂且先不说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创世之前 有许多事 是已经定好了 这没问题吧 但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之所以相信 他是历史中的神 还是第一推动力 那就是在这 你是不是认为 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定好了 别管是细节也好 什么也好 一切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定好了 创造世界这件事 一定是创造之前就定好了 这当然是 可是是不是说 古往今来发生的所有事 都是在创世之前就定好了 神就是 就跟怎么说呢 就是按一下启动开关 甚至来的事情 自己运行 不管 是这样吗 显然不是 我们看一下经文 这个经文也不止一出两出 但这可能不是太常见的情况 以赛亚书 主说 早先的事 我从古时说明 已经出了我的口 也是我所指示的 我忽然行作 事变成就 这样已经在暗示 你做事的方式是什么 早先的事 我古代就说了 我说了 出了我的口 是我所指示的 但是他的成就 也是我来做成的 对吗 我忽然行作 事变成就 我定了 那个事会那么发生 我有足够能力 到时候 无论是派天使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改变规律也好 让那个事就那么好 对吗 他是用他的能力 让那个事发生的 而不是说 起初那个布局 布得多么精巧 调整到了多么细微 然后呢 精确的一个角度 就跟打台球一样 你咔 就这么开球 他最后就能跑到那个点 不是这样 你不妨理解为 我就 当然我不是说 神随便开 神绝对可以 随便就 啪开一下 我反正说 一个小时后 白球就得到这儿来 我总有办法 让天使一个小时后 摁住他白球 就摁到这儿 对不对 这是神做事的方式 不是那种 第一推动力的方式 把世界调整得 极其精密之后 一开始走了 不管了 不是这样 他忽然行作 事变成就 乍如我还不明显 下部还接着说 你已经听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 你不说明吗 从今以后 我将新事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 是指示你 首先神对以色亚说话 这绝对不是创世之前 这也不是太初 这还不是太古 这最多叫上古 是吧 以色亚时期 春秋时期 对吧 神说我说一新事 你说那这个新事呢 那古代造的 现在说吧 反正你是现在成就 对吧 好 这事是现今造的 并非从古就有 在今日以先 你也未曾听见 免得你说 这事我早已知道 神原来可以在历史当中 还进行创造 对吧 你再仔细思想 觉得不对 但是你再仔细 真仔细思想 你会发现 这才可能是神的真性情 神必然是这样的 神是创造规律的神 而不是被规律控制的神 对吧 神愿意让这个世界 在绝大多时候 就照着规律运行 但如果说 神连规律都改变不了 那变主意久 是怎么回事的到底 水面行走 是怎么回事的 对吧 所以说你得真的明白 神究竟是谁 创造了谁的问题 自然神论就是认为 连神都得沉服于规律之下 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神创造了规律 神创造的规律 不是为了废掉他 当然是为了让他用的 然而你要说 连神都会被他限制住 这就开玩笑了 所以你要知道 有许多事情 它是神在这个历史当中 跟人的这个 我可以讲互动也好 什么也好 去随时的 现在的这么完成 这就叫做活神 他不是个死神 或者说曾经活过的人 对吗 要不然那种 第一推动力的想法 就认为神曾经活过 后来就死了 看到这个事情发生 他也无能为力了 也管不了 就得这么立 神现在不能出入帮助你 不是某一事 圣灵的工作 现在证明 神现在依然 每时每刻在 忽悠他的百姓 对吧 上帝的护理之功 你现在看着 太阳地球在这转 你觉得天经地义 他凭什么天经地义啊 宇宙当中 难道那个真空 是真的是一点灰尘 什么都没有 难道这个引力之间 互相吸引 你知不知道 他会互相慢慢地 绕到一起去的 这是有的 虽然这个过程 发生的慢 对吧 所以这些事情 它不是那么自然的 当然你要说 自然什么意思 我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对吧 是有神的那个工作 参与在你其中的 他是历史中的神 他的历史当中 随时在跟人去互动 然后我们说 他有主权的神 有主权刚才说了 这个不意味着 管理的这个 他所管理的人就没有责任 永恒的命题 神的主权 人的责任 都是百分之百 也不意味着 主权者就要对人的罪恶负责 很多人问的那个问题的 真实的意思是说 那神这个时候怪你 你造了一个会犯罪的人 然后这个人犯罪了 所以罪的来源就是你 对吧 很多人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只能说 这说法跟夏娃亚当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他不去说自己的问题 是吧 你造那个果子挺好看的 你造的这个女人让我试的 就等于说 罪是在你的 不是在我 这就是人 对吧 这是人的本性 可是我们现在深知 你仔细想 你生活中所犯过的 各种大罪小罪 你真的都 全都赖得着神吗 甚至于 你都赖得着魔鬼吗 不一定吧 也不是凡事一出来 哎 这个魔鬼攻击 魔鬼太可恶了 你没有事 所以这个凡事怪魔鬼 也是一种 某种程度上 可能是对自己的 私欲的一种 推卸 是吧 主权 是神的属性 可是这也不意味着 它是神的一个 唯一的 最高的属性 对吗 它不是神的最高属性 神有很多属性 当然我也不是要告诉你 我知道神最高属性是什么 我宁可说我不知道 我愿意把神的各种属性 都介绍出来 神有爱 神有恩典 神有公义 神有愤怒 神有什么 哪个是最高属性 你倒是告诉我 比如说爱和公义 这个也是永恒的难题 很多爱 爱是最高的属性 如果爱和属性 你仔细想 它为你死的那个爱 是为了满足什么 是为了满足它的公义 对吗 它是为了满足公义 那显然公义是更高的属性 对吧 那你说公义更高属性 公义更高属性的话 那人死 人犯罪就得死 为什么还得他死了 去救你 他又打破了公义 可以被打破的 而且是用爱打破的 那还是爱是最高的 所以说不要绕这个逻辑的陷阱 我们很难说哪个是最高的 我只能说那些都是神的属性 可是往往今日的基督徒 就会犯这个问 这有一个 这还真不是我发明的 我看到网上有些写的很好玩 又好玩又好笑 也很客气 他说某些灵恩派的基督徒 他爱神的一致超过爱神 有没有这个情况 你说他可爱神了 但他其实绕来绕去 他爱的是神的奇迹 神的医治 他爱神的医治 要超过爱神本身 很多福音派呢 是爱神的民超过爱神 他说他客气 我说的意思就是 爱人数超过爱神 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这话没问题 但是说 爱得救的人数超过一切 他成了一个 搞销售是怎么的 报业绩的 是吧 今年传福音 我们提供增长率 GDP 这什么叫 这叫什么 什么DP 增长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你教会多少 百分之十五 我们今年百分之二十 这是什么 这到底 是吧 这太怪异了 所以这个叫做爱神的子民 或者爱神的人数 超过爱神 你传福音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地步 这会怪了 这个东西 对吧 太奇特了 进行会 好 应该是洗礼 是进 有时候他爱神的洗礼 都超过爱神 以至于我要坚持我这件事情 不能改 不能改就要排斥到很多人 那真是不能改的事情 没那么重要 对吧 某些改革宗的 最非常强调神的主权 可是在某些 我这都加某些 你不要以为是全部的人 他爱神的主权超过爱神 也就是神的主权 连神自己都要被控制 这样的一个意思 神你不是说了吗 就要那么干 所以你就必须这么干 不能改 哎呀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话 神也得被自己的主权控制了 这个话听得逻辑上有问题 但是确实是这么以为的 爱神的主权会超过爱神 你可不停地推下去 人的这个理解总是不完全的 你总要明白 我们要爱神是最高的 不是神的某项属性 不是神的某一方面 你应该爱的是这个全部的神 对吧 你不是架空调 我说的是全部的神 之下再来谈这些东西 神的医治重不重要 神的神迹启示重要 对吧 神成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我们重不重要 重要 神的设立的教会的规矩 洗礼 各样的圣餐 这个重不重要 绝对重要 神的主权重不重要呢 重要 可是你不要把它这个高举 无限高举到一种防御反击姿态 因为有人总挑你这个点 你越挑越高举 就这个样 是吧 越高举 高举到最后的话 我们这个特色就这个 你就会讨论 你承认这个 不承认就直接 你就跟我就不是一类了 这个就真的是偏了 我相信神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这里边提到的 有主权的神 应该不是这几个方面的意思 对吧 还有呢 有启示的神 启示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 神没有把它自己完全启示给我 你是要确定的之王 我不是在说我是不可知论者 可是神的确没有把它全部的自己启示给我们 也是在《生命记》里面讲到 说隐秘的事是属于和化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 好叫我们遵行的律法书上的一切化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部分 有一个部分是只属于神的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好几个 只属于神的问题 就是自由和主权 责任和主权 对吧 罪的来源的问题 公义和爱怎么两全的问题 等等 这类问题我深信是只属于神的 吵了几千年确实没有结论 对吧 那就是隐秘的事情 主要华若不将奥秘 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固然是有奥秘的 但他一定是要告诉他 在古代还真不是全告 只告诉什么呢 先知 所以你要听先知的话 对吧 先知他才能够去理解 因为他听到 他传递上帝的话 人的事情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人所能知道的 这说的基本是 好像还主要讲的是 天地万物的一些事情 对吧 道德观的一些事情 然而这些事情 就是人所能知道 而且人就已经知道 你其实不需要谁教你 你也知道杀人不对 就这种事情 你不需要谁教你 你只要长大了 你身智精神健康身体都正常 你知道是男女交合 才能生孩子 人类才能繁衍 你肯定不会认为 同性恋 如果你突然有一天 你觉得同性恋是自然的 你就找根 一定有人告诉你 对吧 一定你是从哪听来的 学来的 然后你就反过来 要降嘴 有时候这个降嘴 没什么必要 我现在 我在网上 我也关注几个自称 这个名字很奇怪 叫同志基督徒 我还没失收 基督徒共产党员呢 后来一想 同志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同志们的同志 是指的同性恋的基督徒 自己是同性恋 自己也是基督徒 然后竭力的去说 同性恋就是没问题 是符合神的心意 等等 最近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欧阳文峰 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专门是高举旗帜 捍卫同性恋权益的 是个牧师 自称是个牧师 我现在真是 一个教会案例的 现在正在进行 全国寻讲 到处去演讲 他这些事情 讲道 所以我说 这就是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人已经 这是人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什么叫自然 什么叫不自然 所以约伯说 谁用 约伯自己的把神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神不希望 自己的言语 是暗昧不明的 他的执意 执意都是很清楚 你认真的去看圣经 看先知的话 你会很清楚知道 神要我们做什么 对吧 但是就会有人 就会有人 用无知的言语 把他的执意 搞得暗昧不明 基本上同心来这些人 就是说话就这个方式 好 最大的奥秘 当然就是福音的奥秘 是吧 到了新约这件事情 才完全的启示清楚了 在以前时代没有人知道 而今天是借着圣灵 启示了他的众先知和圣徒 使徒 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耶稣基督里 借着福音 可以同为后子 同为一体 同为应许 我罗海携手识 大代敬天奥秘 这个是福音的奥秘 是彻底的启示 然后我们说 神是有名字的神 这里边提到的神的名字 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这应该是最著名的名字了 我是自有拥有的 英文会说 I am what I am 或者I am who I am 这样的一个反应 还算不错 自有拥有的 就说我是 也有个翻译 我是自是有是的 自在有在的 这样的一个话 对吧 但是原文当中 他就用了四个字母代表 Y MWH 好像是 Y A WH 不是 没有 反正就是有一个 福音 对吧 有个福音字母 Y HWH 好像是 就这样子 读做什么呢 不知道读做什么 因为那是福音 今天的人认为 根据这个考证 可能就读做叫亚威 不是亚威 是亚威 亚威 可以说 我们今天是翻译成 耶和华 他就是想翻译那个亚威 但他拼错 这是根据英文的 这个J over 翻译过来 正确的那个读法 大概接近于 这叫亚威 这个亚威才是神的 那个 而且是他这个 最主要的这个名字 但是 我们今天是这样说 幸好我相信 我说的也不是 绝对正确 那个意思 在古代一天 就是这个字 这个名字 你不能读 所以他故意 写成福音的 就让你不知道 怎么读 那么他又提到 他是亚伯拉罕 以下的神 雅各的神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刚才说亚伯拉罕 是他的名 直到永远 作为纪念 直到万代 所以这里边 提到神有名字 神还不止 这一个名字 还列了个表格 很多名字 亚威 就是叫做 翻译成 叫做耶和华的 这个地方 指的是 自有永有 他的那个属性 还有地方 叫做阿多奈 你说没有听过这个词 就是 反正出现 说主这个字 就原里边有些 主就是这个字 有时候说 主耶和华 它连着用的 对吗 主耶和华 所以这个主 是表示 他的平常 被使用的一个名字 作为一个代详 因为亚威 那个字太神圣 不可以用 还有呢 常见的 耶和华 以利 以利这个词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神的意思 就是神的意思 然后呢 耶和华 以利什么 以罗新 以罗新 这个代表 是他的威严 或丰盛 这个就是在 旧约创世纪里边 神在创造的时候 都多用了 这个以罗新 这个字 创造的神 然后呢 后边还有什么 以利一约 以利杀旦 至高神 全能神 以利哥莫拉 施行倒映的神 以利俄兰 永生神 以利罗伊 是看过人的神 以罗新 是耶和华神 以罗新 是刚才那个 以罗新的单数词 还有呢 纳克 是击达者 尼西 这个比较常见 是吧 我们平常 你可能看过 那个讲道 你说圣经当中的 这个 神的这个 七个名字 其实哪何止七个 是吧 别说很多 尼西 还是马卡迪肯 是叫你们分别为圣子 这就已经出现了 是吧 叫你们成圣子 还有路易 是我的牧者 这在诗篇到二十三篇 开始那个 开始那句话 还有呢 耶和华拉法 是一致者 耶和华沙龙 是平安 耶和华沙玛 是耶和华的所在 萨巴尔 是拜祖君之耶和华 七根弩 是我们的义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比喻备 这么多的名字 其实让我们知道什么呢 知道它的属性 知道了神 在这些个方面 它都跟人有那个 活泼的互动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一个活神 对吧 是一个活神 好 我们再次回到 这个摩西的 这个六节经文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神是活神 又体现了什么地方 它不是那么一个 机械的僵化的神 你看到的 它是下到山上来 后面提到 它说我下来 为了如何如何 对吧 它这位使者 下到山上来 这个和列山上 然后呢 它使得荆棘燃烧 是不是 它呢 又制造了一个异象 虽然燃烧 可没烧化 对吧 然后它又呼叫摩西 它说摩西摩西 是不是 它又去警告摩西 说不要靠前 但是它又嘱咐摩西 把鞋脱了 对吧 最后它启示摩西 我是你祖宗的神 对吧 神你可以看到 它一直在主动做事 它在主动做事 可是这不意味着 人是被动 主动的神 也希望人主动 你相对比 我们说神是活神 可摩西也是个活人 你要注意摩西不是死人 当神 说他下到山上的时候 摩西上到山上 对吧 我们不去解释细节 是不是他今天 总上山 还是今天上山 不知道 从他上到山上 他燃烧荆棘 他观看荆棘 最怕的就是 人做啥 没反应 你或者夸 或者骂都行 你做的事 人家没反应 就是最让你丧气 对吧 荆棘烧着了 他会去看 当然 你不要以为 这个荆棘燃烧 有时候 我自己刚刚 进主的时候 看到这段 我总想 荆棘吗 这么一小棚 小小蜡烛 小油灯 在燃烧 其实应该是一种 特别特别特别 大的一层经济 咱那像火树 云花一般的 那么烧 很震惊的一个场面 应该是 对吧 很震惊的那个场面 全都烧起来 我不知道你见过 那个场面没有 有没有在山上 见过 很多地方都烧着的 那个样子 我小时候 在我们家乡 那个荒山上 我最爱玩的游戏 就是秋天上山 一个火柴 它还真烦 然后那些灌木丛 全烧着了 就在火海当中 四处看 所以我经常见这个场面 燃烧的灌木丛 燃烧的荆棘 经常见这个场面 不过你烧一遍之后 第二年秋天 长得更好 那个地方草木飞了 什么 好 荆棘燃烧的时候 他观看清智 神知道的意象 他思考意象 他说 这怎么没有烧毁呢 我要过去仔细看看 对吧 这个人有理性至少 他还有一个什么 而不是说 你真是设神处地 你换一下 换位思考 如果是我们放羊 上了一座山 你看那边经济燃烧了 马上打一条要领 有人放火 然后的话 烧了 仔细看 没烧着 没烧着 什么意思 有点害怕 我不敢过去 对吧 可能会害怕 未必会过去 但是他思考了以后 这个是个意象 怎么没烧毁呢 那我过去看看 他就过去了 神呼唤摩西 他会回答 对吗 他说什么 他说我在这里 跟你在亚一样 是吧 还有呢 神警告摩西 不要靠前来 他就立刻站住 是吧 虽然没有血 立刻站住了 你也可以想象 是吧 就听同警告 神说 把鞋脱下来 那应该就脱下来 对吧 然后神 启示摩西 说我是什么什么的神 摩西也有个动作 他蒙上头 蒙上脸 因为他还知道 普通的人 看神的面 就一定要死 对吧 他会把自己遮住 这是他对神的一种敬畏 不是说 堵上耳朵 不要听 不是那个意思 他耳朵在听 但他捂上脸面 他怕见神 因为见神的事 必定死 对吧 肉神见神 必定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和人是这样的一种 互动的关系 神是活神 人也是活人 神是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 活人敬拜的是活神 也不是死神 一定是这个关系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 他的那一位使者 这里边说的 一时的那位使者 你也可以理解为他自己 对吧 就是神自己 他后来 你想 这个时候他下到山上 后来他下到世上 对吧 他这个时候在荆棘中显现 那后来也带上荆棘的冠冕 他后来 在这个地方 他燃烧荆棘 却没有被烧毁 他定上石架 可是却没有被死亡吞没 是吧 他说摩西摩西 他后来他后患世人 要世人悔改 他要世人去悔改 要世人去相信 警告你 如果不信 就会怎么样 对吧 他也嘱咐你 应该做什么 最后他把自己 完全启示给你 我们这里边提到的 一个警告 一个嘱咐 是从一个负面 和正面两个角度说话 一个是说你不要做什么 一个是说你要做什么 对吧 圣经的两类概念 但你要记得 做和不做 尤其是在同一件事上的 说做和不做 你再结合原因 你最后一定要得出 你到底要做还是不做 怎么做 一定有一个结论 不会让你两个都做 对吧 所以我们要就问 这个一个问题了 我是活人吗 神是活神 这个不用问 这刚才证明了半天了 是吧 我们已经论证了半天 说神是活神 他做事是主动的 可问题我是活人吗 起初亚当本来就是个泥土 对吧 我们也不过就是个泥土 你身上这点东西 你算一下 骨藤的算什么 碳存钙 是吧 你的血液 去除那点血浆 算的就是水 然后你这皮肤什么的 就是有机质 是吧 加起来据说 如果你货货一下 有人说像一桶脏水一样 是吧 价值大概七十块左右 可是问题 你不是这桶脏水 使得你跟那个物质不同的 是在于神吹了口气在里边 你就成了有灵的什么 活人 对吧 耶稣也讲 叫人活的乃是灵 我们是活人 是因为我们有灵 如果说 我说我们是死人的时候 不意味着你现在 就是躺着要死 而是说的是 你被灵死 灵死了的人 也就是死人 也就不是活人 所以我们说 我是活人嘛 指的是说 我们有那个神 吹进去的那口气 那个灵还在吗 那个属灵的 还可以感知神 那件事情在吗 首先的人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 这保罗在 《哥林诸天说》 十五章里说的 成了叫人活的灵 是吧 是耶稣真的活过来 使我们能够成为活人 所以我的前提是说 我们诸位都是基督徒 你说理应是有灵的活人 真正有灵的活人 可是问题 我们对照 圣经中那些个信心的活人 我们是这样吗 你要想的是 如果对于我们而言 上帝似乎是死了 有一个叫尼采的人 曾经打个东龙 白天大街上 到处说 上帝死了 对吧 上帝已死 他宣传这个事情 对他而言 上帝像死了 其实不是上帝死了 是他死了 如果我们觉得 上帝好像死了 其实你应该想的就是 是不是我还活着 对吧 你还活着吗 是这个问题 因为上帝不会死 所以我们说 你结合摩西的那个样子 摩西是个活人 这没问题 我们是活人吗 你遇到神了吗 你上到神的山了吗 你进到神的殿了吗 你在神的这个 殿雨当中吗 在神的同在当中吗 你遇见神了吗 有人说一个事情 很有意思啊 我也看到 说其实你说 基督徒的成长 两种方式 就好像学语言 学语言有两种方式 你应该明白 一种是叫做 小孩那样学语言 一种是大人的学语言 小孩怎么学 信号是 在这种 说这个话的人当中 父母也好 小同伴也好 家人也好 对吧 反复的练 起初说不成个什么话 慢慢慢慢的 就非常的自如 说的话 他就跟 那就是母语了 他自然就用那个方式思考 对吧 是这样来去说的 这样学会的 可是大人学语言 废单词 做题 语法 大量阅读 又听 苦不堪言 很少有人 极少有人 能够做得像母语 那么显示 对吧 很少人做得那么显示 所以 一个基督徒 你想要快速地成长 学会了神的那种语言方式 说话方式 生活方式 你是应该像孩子一样的 并泡在教会和弟兄姊妹 清新祷告的人当中学 还是自己 分别一点 离远一点 自己揣摩 分析 语法 单词 什么什么的 这样学习 也不是不行 其实 后者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要说 我相信 神在圣经中 反复地启示 他希望人是遇见他的 他希望人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在一个 照会 在一个教会 在一个聚会当中 是吧 去认识神 像孩子那样去学习 像孩童吃奶样 这么长长 而不是说自己离群所居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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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样 那是宗教研究所 那不是信徒 对吧 所以说我们遇见神了吗 你观看神了吗 当神燃烧荆棘的时候 你看了吗 你注意看了吗 当神的某种作为显现的时候 有人 你说燃烧荆棘有什么值得看 有人就能敏感地说 这个事值得看 他要去看 有人是在于这大的事 除非他家的房子找了 他去看 是吧 别的事是不看 这种属灵的敏感性 也就是你会不会观察 观看神的作为 你观看神的作为之后 你会思考吗 为什么没烧毁呢 为什么这个事 本来不该这么发生 它发生了 本来该这么发生 它没有发生 你会思考吗 对吧 你会对于你生活当中 出现的那些 有点所谓不合常理的事情 你会深入思索一样吗 还是就那么混过去了 偶然吧 巧合吧 你真相信那是巧合吗 尤其对于一个基督徒 对于我们说 历史中的神 与你同在的神 随时护理的神 有恩典 有慈爱的神 在你身边 他会让那个事情 是以巧合的方式发生吗 对吧 我本来怎么怎么样的 恰好今天就收到了 一个什么信息 在这遇到了个什么人 我读到了个什么书 我听见了一句什么话 促使我有一个 重大的决定 会给转变 这种事情会少无然的吗 你会思想 那个人说的话 我得想啊 为什么没烧毁呢 这个起码的 这个理性 这个思路 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 而不是麻木 这也是有灵的活人的特征吧 凡事心如指挥 走在大街上 啥也不看 啥也不关心 看这儿 走了 看那个 走了 不关心 那就是跟死人一样 活死人 僵尸是吧 对事情不关心了吗 你也不思考了 不打算了解它 是怎么回事 观看 也思考了 思考谁 是啊 想不通 为什么呢 这时候你听到声音 呼召你了 摩西摩西 或者某某某某 对吧 你会回应吗 还是你说 我在这里 还是 看了左右 找错人了吧 是吧 你是找我吗 对吧 你会正确的回应吗 神的呼召 你听从神了吗 不可以静下来 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把鞋脱了 会顺服吗 当神向你启示的时候 你敬畏他的启示吗 这些就是代表 你是不是个活人吗 我们是不是个活人 对吧 你是活人 你才跟活神 有活的相交 要不然 要不然这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 这个生命 也就没什么生命可言了 死气沉沉的生命 对吧 没有生气的 冷漠的 麻木的生命 我们的灵哪里去 这样我们再来回头去想 摩奇写的诗篇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仆人后悔 他跟神之间就有这种沟通 他倒没说 主啊 你的时候是你定的 感恩送赞全部归给你 等你的时候到了 我们自然知道 不是的 他直接问他 神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对吧 求你归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神会后悔吗 神不会那个意义上的后悔 但会这个后悔 是吧 神做的这件事情 是做了 是定了 但是当人去祈求他的时候 神愿意改变 那个不叫做不预定了 那个不叫做没主权了 那是爱 那是神对人的互动的 活神的关系 要不然你祷告什么意义呢 对吗 如果你祷告的所有事情 是已经定好的 你为什么要祷告 以及关键不在于你 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 对吗 你这不演戏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对吧 不是那样 当然不是 这里摩西是先胡的关系 他跟神可以这样直接讲话 求你是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你当然会慈爱的 但是你肯定希望早点得 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照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年 所以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每个人都游戏 每个人都渴望见到那个燃烧的荆棘 每个人都渴望有自己的荆棘片 可是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见到过 往往是你忽略了你 有的荆棘燃烧 有的荆棘要戴在头上 是吧 有的荆棘可能是在肋旁刺你 有的荆棘现在是挤住了你这颗长起来的种 你看哪种情况 对吧 有的荆棘是在你的做那个事上 似乎长出来在咒诅一样 你种地长出荆棘来了 怎么回事 对吧 总之你要观察神在你身边的那个作为 你的荆棘片也是在不断的上面 愿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然后神的荣美就归在我们身上 我们手做的功被神所建立 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方式 我们建立那种又仙又活的真实的关系 让我们跟神之间不是那种很僵化的 他是大老板 我是员工 他是奴隶主 我是奴隶 对吧 他是将军 我是小兵 让我死 我觉得死 不敢回想 不是那个样子 你应该正确地回到神圣经当中启示的那个 只有两种启示 这个启示是关于关系方面 是他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第二个是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的百姓 对吧 只有这个关系在 你个人来说 这是你的天赋 你想做一个群体来说 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的百姓 对吧 所以说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 其他的都是对神的误会了 你觉得神像虐恋你一样 神像是故意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错的 我们要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 如果你愿意去顺服去敬畏 也就会跟他跟摩西的关系是一样 好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都来奉祇的名来到这会所敬拜你 主啊 我们是因为想与你建立那样的真实的关系 我们都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认识你 我们也都希望有像亚伯拉罕 像摩西 像众先生 像使徒们那样的经历 可是主啊 也许是我们的生命 也许我们的磨练 我们的预备还不足够 主啊 我们这样的可能是因为神 你爱我们的缘故 你才没有那样的直接的向我们显现 免得我们承受不起 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晓得 我们当做什么 我们也相信你从来是不去隐瞒你有关我们旨意的 我们也相信你是爱我们 愿意让我们亲近你的 主我们就求你 让我们晓得 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该怎样去领悟 怎样去理会 主啊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个人都能够去寻求与神建立关系 让我们个人不是因为任何人的缘故 乃是因为单单为了敬畏你的缘故 我们就能够来与神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也真的承认你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的儿女 主啊 也求你让我们享受那儿女的荣美 让我们享受那儿女的恩典 主我们也就能够来更加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 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 你都牵引我们 好让我们在每一天 数算我们的时辰 在每一个月 每一年 在每一段都数算我们日子的时候 隔着你的真挚 祝我们这样的祷告 同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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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